但是具体在哪个位置 他们应该是没有发现 因为车是从坡上开下来的 那么近点的这棵树 它有没有排查到 是这场比赛 他们能否安稳吃鸡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非常大胆地去排掉圈边 那么这场比赛 NV是肯定手拿把下了 是的 但是场上有一个已知信息 就是天这个方向 如果说火力车再次出鸡 把天给摇下来的话 这场比赛也是能够安稳收下的 那这样的话 判断附近还有一个独狼 就看在哪棵树下了 拿到过后 北渊再一次挪动自己的身躯 好像欧带已经发现了对方 没有任何问题 今天的第二场比赛 恭喜上海NV拿下胜利 NV还是保持了 在自己的强途之上的绝对统治力 顺利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而且在这场比赛当中 其实你要说 镜头虽然说没有给到很多 但是我们上帝视角能够看到 总体的运营决策上来看的话 是非常标准的